经历了激烈的高考之后呢 如今各大高校的录取工作 已经渐渐收尾了 宋祖儿以454分的成绩 正式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 即将成为一名北电的新生 高考总分454 议考专业排名位列第三 虽然宋祖儿被曝光的成绩 不能算得上议考大军中的顶尖 但对于在繁忙的拍戏日程中 用半年时间备战高考的她来说 已经很满足了 更多的是自学 那时候就觉得你人生有一个目标 然后因为每天拍戏之余 其实你还是有一些空余时间 比如说就比如说换场之间 或者是他们在调灯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真的也可能就十几分钟 但是你就会有一个事儿感 你每天早上起来醒来 你就有一个目标觉得要去达成 所以那时候觉得过得还挺有意义的 包括高考完因为我还在拍戏嘛 我就一直说想要再学一点什么 因为就觉得我趁着拍戏之余都可以 就是考一个高考下来 就说明其实时间真的是挤一挤就会有的 用尽一切碎片时间来学习的宋祖儿 在辛苦付出后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现在的她可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准大一新生呢 说起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已经有不少工作经历的宋祖儿 也和普通高中毕业生一样充满了期待 我是已经工作之后再回去上学 其实会更觉得很珍惜这段时间 就是如果有什么特别想要去做的事儿 就一定会做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去表白 当然啦 宋祖儿期待之余 对未知生活的紧张感也有不少 因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好好地 认真地去学过表演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自己 从来不敢看自己演的东西 就是自己心里这关都过不去 所以什么表演啊或者语言啊 这些课程你比较期待哪一个啊 什么新机课啊你比较期待哪一个啊 我都挺期待 因为我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 对 我还挺 还挺 还挺 挺害怕的 文艺训练地苏州采访报道